南投先议会召开第二十届第一次定期会 在本次定期会议程中 议员称师位首先肯定许县长以及宪府团队的用心 随后针对教育议题也提出许多意见 并希望教育处多加重视 许县长就任以来四个多月 我们看到整个团队的用心 整个团队的行动率 尤其是在教育的方面 对于学校环境卫生的注重 措手的统筹 还有对于代课老师全聘 让代课老师可以很用心的 在学校里面来教学 更重要的就是对于我们幼儿园的比例 之前是1比15 那现在已经调降到1比12 所以整体看起来 我们的县长还有整个县政府的团队 对于南投县迫切需要的 都是谨记在心 但是这都是一个大方向 还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更需要来作为一个探讨 所以我今天就跟我们县长 以及我们的教育处 共同来探讨 我们要怎么样来提升 学校的安全网 奖金制度的优化 让我们南投县所有的学童 能够在很安全很优美 然后上课又很开心的 德制体群美上面 来做一个均衡的发展 那当然在这一次的定期位 有很多议员还重提了病校的问题 那病校的问题呢 我在这里就教育我们书法许县长 病校在我们南投县 可以说是一个 在6年前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要跟家长做一个拉伸站 还要对学生有所安排配套措施 针对病校问题 陈宇远也在会中表示关切 陈宇远表示 以往都是补助经费并非接驳 陈宇远也希望县府 能够有相对应的措施 那当然呢 最后的选择就是补助交通汇用 每一个学统补助5000块钱 那也完成了很多病校的问题 之前也听到另外一个议员提到 在埔里有一个里就有两所学校 一所学校呢 一个学年要花费掉将近 1800万 两所学校一年就要将近4000万 那整体的学生数只有9位加12位 21位 所以这个病校的问题 在我们南投县来讲 应该是 拦几没烧 破几再窃 所以在这里我就叫我们许舒瓦县长 对于病校的问题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来做一个检讨吗 因为六年前跟六年后 每一所学校招收的学生数 是降低绝对没有提升的 其实之前的经验呢 大部分都是不踩接驳 就是用补助经费 然后户籍在地 用补助经费 这样的话家长他们比较会来做一个接受 因为你用接驳的话 有的是住山上 那你接到山底下 家长一样要下山来接 所以这个困难点可能要去做一个检讨 来克服 而针对病校后学校空间活化问题 陈淑莱议员也在会中提出许多的意见 陈淑莱也指出 先前都是选择活动中心来做托育空间 未来希望教育处可以多加评估 使用病校后的空间多多活化 那刚刚现场有提到 就是说病校之后 学校的活化的一个空间 我看到社会处的工作报告 有提到说 有统筹到20所学校 可以来配合托育中心的这个空间的一个整建 一个修缮 然后改制之后 可以作为托育中心来使用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因为之前林县长他也做了三间的托育中心 但是选择都是在社区的活动中心 或者是集会所 那个场地空间受限很大 而且呢我们把它拿来当做托育中心之后 那社区的活动 然后里民村民呢 他们要用的时候 他的空间又变小了 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 教育处这边学校 可以跟我们社会处这边来做一个结合 我想这个托育中心 我们在取缔 然后改善修建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省下很多的经费 正在水里国中 网球场的问题 陈淑爱艺人也在会中表示关心 并希望县福团队可以多加重视 那在这里呢 我再来就叫我们县长 我看你现在下乡呢 在签准核准这个道路桥梁的经费 都非常的阿沙利 一签一看 只要说主办人也签上来的 就是都会答应 但是呢 我再觉得说 在学校的安全网这边 因为学校安全网 有牵涉到毒品 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细项 但是这里我要再跟你提的 就是一个运动设施场地的一个设置 那在这里我要提的就是 我们水里国中的网球场 我们水里国中的网球场 请县长和我教育处 我们网球场你们这边来看一下 一个网球场 我在110年 我提案 当时我们教育处 去找了一个80万的经费 来改善一面的球场 那剩下这两面呢 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已经 这个是人工的草皮 都已经剥离了 然后都站起来了 在这里打球的可以看 在这里打球 有从幼稚园 从国小一直到高中 一直到退休人员 还有26年次的大哥在这边打球 一面球场三面的球场 如果再花250万 我们就可以建构三面都很好的一个球场 能够让社区的民众来这边 作为一个健身的全民运动 所以在这里我就就教育我们 许县长 对水里国中这两面的网球场 刚刚有看到了 这个是积极镇的网球场 这也是当初 我向林明珍 现场争取的 这三面还有周边是300万 但是目前我们水里国中 就是两面的网球场 我们是不是到现场来会看 然后你来做一个决定 针对南投县体育奖金 以及民和国中出国经费问题 陈所议员也指出 南投县有许多优秀的选手 但针对奖金制度 以及补助出国经费上 希望教育处可以多加考量 我们南投县所培育出来的 这个优秀的体育人才 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说我们有常出去参与锦标赛 或者是说全国的比赛 往往遇到的就是说 某位选手就是由南投县所产生的 那我们可惜的就是因为 我们财政还有我们统筹款 跟其他县市跟其他的六都 真的没有办法跟他比较 那我们好的选手 优秀的选手就会被挖掘 然后呢 有一些那个球探啊 或者是好的教练 也会来我们南投县 来这个拉拢我们好的选手 所以在这个奖金的制度上 我想这个是一致性的一个奖金 它要有好的表现才有 但是呢 在整个一个运动的培训过程当中 运动也是非常辛苦的 那当然我们南投县不只在运动 体育项目的优秀 我们还有其他的才艺的表演锦标赛 我们都获得很好的一个成绩 在这里我就就教育我们教育处的王处长 我记得我们明和国中的合唱团已经有我们现场的一个召见 那明和国中他们要出国 所有的经费听说是要一百六十几万 那我听说我们教育处才补助三万块吗 是不是有这种情形 那目前呢 我们很多很多的在地人士一直在帮明和国中 募捐 然后找这个出国的经费 我想我们叫站在交易处呢 应该是多多的作为协助 如果说地王上可以帮他们找到一百四十万 那我们交易处来帮他找二十万 我想这个在站在交易处的立场是应该去做到的 针对国土计划说明会 陈淑薇艺人也表示 地震处只有举办六场 希望可以多加举办 让民众多加了解 国土计划就是要去捍卫我们的国土 但是现今的国家 这个国土计划 可以说是给我们百姓定了死刑 为什么会讲 为什么会讲这样呢 死刑 为什么会讲死刑 因为国土计划这一套用下去 很多很多的百姓 他们的土地一定都是 差不多要被没收了 然后呢 规划下去的国保一国保二 我们的土地应该 应该 它的地匠都是会下滑的 所以在这里 我就就教于我们地震处的处长 在于我们南投县政府要加强南投县国土功能的分区图 作为划设公厅会的时候 你们从2月9号就陆续办理了工作的报告 举办了6乡镇共15厂的咨询服务 总共服务民众600人 我这个资讯是从你的工作报告书里面提出来的 我在这里要请教我们的唐处长 你总共到6乡镇去报告 那我请问你 我们南投县有几个乡镇 对啊 13个乡镇 你怎么只有到6个乡镇去举办呢 还是合并的来举办公厅会 而且你们举办了 你们还标示了有600人来听 那整个南投县的泄民 他们拥有土地的 就只有600人吗 不只吧 是不是这样 针对水里乡新山村土地被划分为国保2的问题 陈淑伟议员也在会中提出许多的意见 并希望地震处可以多加关心 那整个你的意思就是说 在国土计划的公厅会上 你们觉得说国保1 是对所有土地来讲 以后就是没有开发的机会 所以你们才会来做一个这个说明会 公厅会 但是呢 处长 其实整个国土计划 你们分类了好几种 有国保1 有国土保1地区 农业 农业发展地区 城乡发展地区 其实这能涵盖每一种地列北 所以你们只单一对国保1来做一个说明 我觉得你们这是错的 然后后续你们说明之后呢 有没有接到申诉的案件 出面报告上面报告的是85 那我相信一定有像如你所讲的有百来件 那整个一个申诉的案件哦 我现在要请处长你看这个画面 我也请我们县长你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你看这是在我们水里乡 新城村 所谓的金山新城 一排一排的房子 总共有17栋 一栋都有10户以上 那在这里呢 十几栋哦 应该就有将近200户的住户在这边 竟然被化为国保第二类 这对民众何去何从 陈孙燕远强调 目前国土计划是参照40年前的法律来做奠定 但却没有考虑现在的情况 造成地方居民相当大的困扰 现在政府在化为这个国土 国土计划的规划过程当中 他们是沿用国土区域计划法 40年前的法令在划定 完全没有去想到说 其实台湾各县市有很多的土地 要利用土地法 或者是其他的国土计划法 或者是区域计划法 或者是都市计划法 来作为编定来作为改变变更 现在政府完全都没有考虑到 民众的权利 民众的生存权 就用他们的意识再划定 其实一般有这些国有土地 还有农民的耕作的土地 用国有土地来做耕作的民众 他们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经济上也是一个弱者 然后偏数在山区的土地 也是没有价值的 在山顶一家一公庆 三十万五十万 用一公庆给台北港 赢到一百的土地 台中港赢到一百的土地 南岛市赢不到两百的土地 经济 还有土地的公厅会 司法院的公厅会 每一个学者所讲的 环保的学者所讲的 都是土地 这有办法土地吗 那现在又更严厉的 严苛的口吐计划法 帮使民众的权利 用死刑 这定义死刑 民众会要来生亡 在本次定期会议程中 先议员陈述监督县 为民候扯 并在会中提出许多的意见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可以多加重视 尽数改善 保障宪民权益 民意习闻邱平易 专题在坊报导